时间4月21号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89岁的寿臣 当天女王与家人在温莎城堡低调沁生 伦敦多地礼炮齐名为女王祝寿 与此同时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第二个孩子也即将诞生 英国皇室可谓是喜事连连 62响礼炮在伦敦塔名放象征着女王登基62载 同一天在伦敦市中心 目前世界上最年长的国区低调沁生 近一个月来女王一家基本都在直升机飞行员的培训休假陪产 英国媒体预计本月25号 已经有不少民众提前安寅扎寨 等待王室新宝贝的诞生 他们手中的标牌上问的最多的就是 她将是个王子还是个公主呢 她将是个王子而言